新北市政府日前宣布 只要涉及在新北市6到12岁的儿童搭捷运 将比照新北市区以及北市联营公车的儿童票 给予五折的票价优惠 最快明年上半年实施 依据儿童及少年福利法的规定 大众交通运输应该提供儿童优惠措施 如果新北市儿童搭乘捷运 还是照原价来计费 现在新北市府有了新的措施 根据儿童少年福利法的精神的话 还有它的一个条文里面的一个规定 我们希望提供儿童有半价的优惠 自己新北市所经营的包括淡海轻轨 未来的安坑跟三一线 我们会直接把儿童票定在我们的票总里面 就是说全台湾各地的儿童来我们这边 直接可以用儿童票来支付这个费用 新北市政府除了提供儿童 搭乘台北捷运优惠之外 后续也将携请桃园捷运公司 高雄捷运公司提供新北市儿童 搭乘五折的优惠 那这个捷运不只包括台北捷运 后续我们交通局会协调 包括桃捷就是机场捷运线 还有高雄捷运这个部分 都能够提供新北市的儿童 就是六到十二岁的儿童 搭捷运的话是五折的一个优惠 有关后续执行细项 因为涉及到身份的认定 以及票证系统的修改 将交由交通局 教育局以及社会局 来和台北捷运公司进行协商 最快明年实施 记者坊间凯林锦鱼 新北市采访报导